这才是一双平民级的实战球鞋 在这炎炎夏日 匹克又推出了新系列的篮球鞋 匹克 骑兵 本次开箱的是珍珠粉配色 整体配色由前掌的白色 过渡到后跟的粉色非常好看 外观方面 不知道大家对ProBounce 2018有没有印象 两双鞋非常相似 后掌呢像马蹄一样 刚好对应上这个系列的名字 骑兵 骑兵冲锋陷阵自然少不了战马 那么配置方面呢 整个鞋面采用了高强度的缩织网布 在足弓处有一个集中的透气区域 鞋面强度呢摸起来非常不错 但正是因为如此散热 但没有透气孔的地方会差一些 中底呢采用了全掌的磨弹科技 虽然这个科技相对于匹克的其他中底科技来说呢 回弹要差一些 但是看这个中底的厚度 其实它的缓震还是很不错的 足弓处呢有一块异形的TPU抗扭片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抗扭 这双鞋子的抗扭呢还是很优秀的 整个大底呢纹路设计还是很漂亮的 并且呢进行了分区 在防色帆区域呢加入了纵向的Z字形纹路 重量方面呢 42码单只重量401克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上脚体验 我们先说一下尺码方面 尺码方面呢还是匹克的老规矩 大斑马 如果入手的话建议小白马入手 那么上脚感受首先是前掌包裹 对我这种宽脚掌来说呢还好 但是对于瘦脚来说绝对会觉得包裹不够 中卢和后跟的锁定呢还是很棒的 尤其是这个后跟的领口做了一个加高的处理 中底呢虽然是全掌的无探科技 但是呢总体做了一个加厚的处理 尤其是后跟肉眼可见的厚度 实际上脚以后呢缓震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中底有点太厚了 大家也都知道中底太厚会容易增加受伤的可能性 那么这双鞋子呢配合着它的价位 我觉得整体还是很不错的 确实算是一双比较好的平民级的实战球鞋 那么好了 本期的球鞋呢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